另外台東永樂派出所處理一名酒後知事 張信男子 這個男子在凌晨一點多疑似不服遠景處理方式 借著酒意拿小鋸子在派出所前 就要化傷自己的肚皮 警察見狀趕快把他給壓制 也協助包紮傷口把他送移 從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見 男子走進派出所後 隨即亮出手中的鋸子自殘 直搬遠景見狀 隨即通知線上警力到場 將男子押制並協助包紮送醫 而這起案件發生在今日凌晨一點多 據了解該名自殘的張信男子 在28日晚接11點 因為酒後知事被警方依辣椒水管束 已是因為不滿警方的做法 在凌晨一點多時 返回派出所前自殘抗議 本分局永樂派出所在昨天晚上11點多 貨報前往台東市豐年路 處理民眾酒罪知事案 由於張信男子情緒失控 遠景以辣椒水來做實施管束 不料男子在凌晨1點左右 已是因為不服遠景先前用辣椒水來做管束 假借酒意手持小句子 及協有司法不公這個字條 在派出所前劃傷自己的肚皮 那指班遠景見狀 隨即通報資源警列到場 將男子壓制在地 由於該男子情緒不穩 而且肚皮受傷 遠景通知救護車先將他送醫 全案偵訊後 將張男依恐嚇妨害公務罪前 來移送台東地檢申辦 在此也特別呼籲 過度飲酒有害身體健康 獨對警方的執法有不滿之處 可利用正當的管道進行申訴 切勿使用過激的手法 以免傷害自己又傷害他人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